世界十二強賽事倒說 十八號中華隊展開集訓 許多旅外好手也陸續到位一起練習 這次打擊王牌可不少 另外遊擊手姜坤宇的守備能力 也被日媒評為是一軍的水準 但是日韓這次的卡斯也是相當的強勁 當中也包括擁有多次世界大賽經驗的好手 中華隊力拼晉級 場場壓力都不少 全身貫注 緊盯來球 看準時機跳起 完美皆殺 旅美好手林家正現身大巨蛋 備戰世界十二強 中華隊二十八號展開集訓 各方好手陸續到齊 猛力揮棒 看出超強後座力 被視為重炮的極力極勞 狀態極佳 中華隊這次陣容打擊王牌可不少 包括林立 安打王邱志成 臺灣隊長陳潔憲 實力不容小覷 就連遊擊手江坤宇也因為超強守備能力 實力被日媒評為一軍水準 這是為國家嘛 那穿上這球衣其實結果他的壓力在 那就是要藉由這個壓力 然後成為自己的動力嘛 那在場上如果可以下場 那就盡全力去發揮自己的表現 然後讓球隊可以順利贏下勝利這樣子 比比最大兩勁敵 以日本來看 投手上將以彩幕浩仁高橋紅豆機互相象徵 被視為超強鐵三角 展現超強壓制力 打擊上2023WBC奪冠班底的村上棕榮 載度露獵 加上陳吉良界 武士潘良泰也都是戰績豐富的強將 韓國隊則是同樣早上杭州亞裕班底 攻擊10任之外 聲明仔金之戰也都是被點名的 劉翼的快腿選手 另外今年表現極度亮眼 有著怪物欣欣支撐的金道英 確定陸隊也勢必替中華隊帶來不小壓力 不然怎麼變化 其實每一隊都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實力 那我們也會做好準備去因應每一場比賽這樣子 嗯 其實配置上面還是以五個先發為主 對 那這五個先發裡面也是會有場中繼的一個角色 去做一個扮演 面對十二強B組預賽六取二資格 中華隊幾乎背負場場不能輸壓力 就盼十一月上旬和捷克隊熱身小驗收 調整最佳陣容 力拼最好成績 記者黃教委 孫穎一 才能看到